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羽排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不會鼓勵你 不一定會認同 也不一定會有幫助 甚至沒辦法理解你 你到別的地方去開放 外邊的人不一定會理解你 你為什麼要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對我們這麼好 你跟他說沒什麼 沒有 他就不相信 不相信 就是要靠你的尊誠服務他們 到一天他感動了 他才能追隨你 才能認同你 對 就不一定能包走 四處沒有退路 沒有退路 因為你要離鄉被檢之前 是很多人的祝福 背負著很多人的豔利 你這樣出門的 你原力再怎麼低 你也要往肚子裡面吞 你是不可能有退路的 真的是沒辦法 你就唱那首 這是天意 這是屬命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屬命 就對了 真的 有去哪裡去 真的有時候是很難去意料 也不一定你能夠想到這樣 他說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承受一些壓力 那承受壓力之後 你做了越多的宿景 你經驗越豐富 你的壓力就會越少 好了 我們再下去 困而知之 邪而知之 我們出去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遇到困難 一定 那既然我現在告訴你一定會遇到困難 你帶個領通一定會遇到困難 這樣你既然知道一定會遇到困難 這樣有沒有困難 就沒有困難 因為一切在你的理解中間 在你的理解了解 理解的這個範圍裡面 它就沒有困難 所以在《倫理記述篇》第十六 這裡面就產了一句 我們練一下 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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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兒知之善喊 邪而知之者賜也 困而邪之者又其賜也 困而不邪 民思為下矣 有一種他求了道 他就清醒了 就理解了 曾經舉例說我們彰化 有一個林清秀 林清秀老師 他以前是懂得很多的這些符咒的方法 他的一個孫子 就想說我這個史書 如果我能把它度成功 我比去度多少人還好 因為這個史書很有能力 就很有能力 他懂得這些符咒的方法 什麼都懂 天文地理這個方法 這個奇怪 他比較索就這樣 這個孫子去度他的時候 因為史書看孫子 當史書的人看到這個哲耳 一定高眼看低 你講的話 你這個當哲耳講的話 絕對沒有力道 後來 後來 這個哲耳就哭了 哭了 就跟這個史書講說 史書 我是為了 我們林家的祖宗 我才度你的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一次 哭了 哭了講 你度了幾十次用哭了講 連祖宗都搬出來 因為只要你能修你能辦 對我們林家的祖宗一定幫忙很大 所以我說被你罵我也不怕 再怎麼說我一定要把你度起來 哭了哭了講 已經度好久了 這個動作 數他的這個史書 心有點動搖了 想要 想要 他就是 就是好像還是沒有那個 那個power能走出那一第一步 就這樣 有一天 他史書的兒子 就是這個同修的堂弟 堂弟 小孩子而已 就困在爸爸說 爸爸 那哥哥在跟你說 拜拜那個事情 你為什麼不去 為了我們祖宗的事情 你這為了祖宗的事情 你應該要去一下 你想不到的小孩子 小孩子 我要和你去 不然你不去我要去 你不去我要去 好就這樣 就這樣 有一次 我們這個同修就回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的叔叔跟他講說 你不是要去拜拜 你要去拜拜 他嚇一跳 他嚇一跳 怎麼會變成這樣 對 他當下很感動 他就趕快打電話給蘇牛 給廟 就在說 等一下 我會帶我叔叔 到三寵這個地方來開智慧 那師父你要講三寶 你要講三寶 就這樣 對 就來了 就帶了他的叔叔和他的堂弟 兩個就來了 到底是他的叔叔清醒了 還是他的叔叔為了帶了他的兒子 來開智慧 什麼眼睛不知道 但他自動開口地說 自動開口地說 你不是要找我去拜拜嗎 就去求道了 開智慧了 開智慧講三寶 講三寶 講到這個無極啊 叫做無極 那個當下 這個求道者就叫我們一代說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那這個無極是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就問他這件事情 他說他以前 拜的很多的叔父 都教他到這個太極 教他到太極 他說以後 如果遇到這個無極啊 是諸高無上 那是最高境界的 你就要研究這個無極 所以你看當下 廟宇大師就畫一個眼啊 就是這個無極啊 他就跟他說 這是從一點擴散 可以到無限大 說出就成為一個點 就是一個無極 就是一個無 他就把它形容 所有的一切 就從這個無極開始 才生了這個太極的兩儀 兩儀呢 因兩才生什麼 四象 四象才演變成八卦 才變成了六十四羊 就這樣一直演算過來的 哇 那個當下 他停了頭頭四道 停了之後 停了之後 當下 說我要親口 我要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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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回去說 當下都說 我就要全心辦到了 就回去 將他們那些 家裡的那些 動物的東西 全部把它放掉 把它放掉 把家裡交代清楚之後 交代清楚之後 他就到彰化這個地方來 到彰化這個地方來 就在八卦山的山脈 半山的那個地方 就設了一個火堂在那邊 那妙基大帝就跟他講說 你那所有的卦 那些卦都不可以用 因為我們相信無幾的人 就不要再進入八卦裡面 你就不要用 他說好 他說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 我還有一個卦能准許我用 這個卦是什麼卦 他說呢 我這個卦可以知道這個人來 會不會求到 會不會開這位 所以老人家就答應他 說好就這個卦給你用 就是那個米卦 米卦 他牌子他就知道 什麼時候有人會來 他來會不會求到 他都知道 就這樣 對 他真的是成功了 所以現在華德道場裡面 以前的老前輩都懂了這個卦靈 都懂了這個卦靈 就這樣 他很節儉 很節儉 有道清生病 他對那個中藥他草藥他懂 他自己抓草藥 把他煮好 煮好 從彰化八卦山走路到荷梅 提那個藥去給那個道清師 他在和美辦了一片天 感動了很多人 感動了很多人 對 所以人家是如何成功的 一個外地台北來的 台北來的人 到八卦山脈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道場啊 還比中和堂啊 還久啊 中和堂有一些一年機會 也承受到這個道場裡面所幫忙 過來幫忙 後來 因為他太節儉了 吃的東西都是很省 就煮個白面 他就去用那個鳳梨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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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 醬 是不是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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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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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白面 坐車了 坐車了 好 你就趕人家回去 人家拿錢給他坐車 他一定要把對方趕走 你趕快回去 你趕快回去 就這樣 你又趕走回去 然後呢 走回來 他沒有坐車 開什麼玩家 一毛一毛的好 把這些錢又是儲存起來 這是有那種苦行徵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為什麼 孔老夫主有 有熟大弟子 為什麼蘇迦牟利佛 有熟大弟子 為什麼耶穌基督 也有熟幾個大弟子 孔老夫主也熟幾個大弟子 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這些大弟子 每個人的生活環境 各方的背景都不一樣 就像七針數段裡面的 這些七針啊 這七針就是要給你看 你的環境各方面的條件 符合了哪一位七針哪一位真人啊 你就笑往他的腳步 就是說有時候你很潤潤重 做到老冬 人像老冬 你就這麼潤潤 但是你的老師就罵你 同修又不能體諒你 你就說你一定要接受 我大概是邱長春這一格的啦 邱長春 邱長春就是做到哪裡 罵到哪裡 那個是在消你的煙淺 沒有這樣你會很難修 所以有時候遇到不順的地方 就是你要升等前進的時候 遇到不順的時候 就是你要往上提升的時候 對就這樣 所以因為邱長春 不是邱長春 邱長春啊 邱長春 邱大仙 他後來怎麼能成為天仙狀言呢 他的病啊 是兩舌手口 疼舌手口 他要餓死的啊 他要餓死的啊 所以這種人啊 吃好會拉肚子 吃太多了 下一餐沒東西吃 這是他的病 罵了 睡覺才會舒服 被罵的時候睡覺才會舒服 對 這是那種病啊 就有一種人很喜歡人要罵 有沒有那種人 他罵他眼淚是擦一下 擦一下等一下就做幾次了 還是要被罵的形狀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認命 有的人 種奶紅媒 可以奶紅媒 你看像豐柱 柱凱 他們這幾位 我在罵他們 有時候我也罵得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我可以罵他說你讀什麼 你正大什麼戲 你賤笑戲 你什麼戲 他也是 他也是接受 因為沒有這麼罵不行 對 有的人 我們就連想罵也不想罵 沒有罵他已經都苦瓜了 你還要罵他也能用嗎 就不要去罵他 個人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 這些蘇大地主的方式都不一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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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